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大家收看由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和都市频道共同打造的消防专题节目 平安都市119 随着电动自行车逐步成为市民出行逮捕的重要工具 藏匿在日常生活里的火灾隐患也变得蠢蠢欲动起来 今天我带您走进的火灾现场 就是一起由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事故 2021年10月15日凌晨 一声轰隆的巨响打破了深夜的年纪 在普陀区一个小区里 一户居民家的天井内窜出了火苗 一瞬间爆炸的火花四处喷射 惊醒了周边几栋楼的居民们 接警后 珍如中队的消防员们迅速赶到现场 兵展开灭火救援 你这些人不可能有的 怎么办 当时把某一匙饱舌上 老婆以为是在这里 我们当时进去之后 我们就里面完全都看不到 只能看到燃烧的位置 可能有一点火点 我们就朝着火点的位置 一边推进 一边寻找被门人员 该处房屋位于一楼 房行为两室一厅 但是在南面的天井处 竟还违章搭建了一个住所 让所有人揪心的是 就在此处 有一名租户被困在房间内 我们进去之后 我们拖着水枪 两把水枪进去 但是周围全是一些杂物之类的 我们转身或者是 搜索被困人员 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只能是慢慢挪进去 当我们挪到天井位置的时候 发现有一名同志摸到了一双脚 应该就是可能是被困人员 但是也看不到 也不确定是不是被困人员 消防人在房间内 最里侧的床底下 发现了被困人员 但是让所有人 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死者是一个女性 因为她离能够逃生的 这个出口比较远 所以就没有逃出来 其他的一些男性 他们在逃离的过程当中 也听到了女生的惨叫 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 无法返回到 这个已经熊熊燃烧的火场去了 张亮从事防火监督工作 在案件发生后 她即刻赶往现场 与派出所民警对接 并对该房屋的住户们进行调查 对所有的一个住户 开展了一个为期 十二个小时的询问 当时也做了 有近二十分的一个笔录 我记得当时晚上的时候 有一位住户 还是一直手脚 都出一个颤抖的状态 也是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一个年纪 都在二十到三十多岁一个左右 之前都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前期虽然对于电动车火灾 也进行过一个宣传 但是发生在一个眼前的 还是第一次 活在遇难者是一名年仅二十六岁的姑娘 她从外地来到上海 打听多年 遇难前是一家餐饮店的店长 警察 产权人顾某通过自如APP 将房屋租赁给傅某夫妇 而傅某夫妇又将房屋 分别租赁给五名外卖员 以及遇难者 房屋内一共居住了八人 其中 傅某夫妇居住在北面卧室 五名外卖员居住在南侧卧室 遇难者则居住在天井处 违规搭建的小房间里 那么 这场火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房屋内的监控摄像头 记录下了事发前的最后一段时刻 案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一个星期五的凌晨三点 一声轰隆的巨响 打破了居民小区深夜的宁静 一户房屋的天井内 窜出火苗 一瞬间火花四处喷射 事发后 一名二十六岁的女青年 蜷缩在房屋的床下 已经不幸离世 这一场火灾是怎么酿成的呢 房屋内的监控摄像头 记录下了事发前的最后一段时刻 当晚九点三十九分 住户先后返回家中 多名男性手提黑色方盒子 走向房屋天井内 凌晨一点五十八分 遇难者返回家中 凌晨三点十分左右 房间内摄像头突然断电 而此时也是室外摄像头 记录下火灾爆发的同一时间 随着火调员的多次勘验调查 案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通过三次勘验 我们确定火的原因为 锂电池充电过程中热水控 引燃周边可燃物扩大省在 气候部位我们发现了四块电瓶 插在同一个拖线板上进行充电 该房间内我们总共有找到了 八到十块电瓶 原来在该处房屋的天井里 仅靠南侧房屋的台阶上 事发前摆放了多块电瓶 且正在充电 几步之外就是遇难者的卧床 电瓶热失控爆炸后 挡住了遇难者的唯一逃生出口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他们还没有太多地意识到 到底是哪个电瓶先炸的 我们只是最初的是询问 电瓶的一个摆放位置 因为当时在那一块区域摆放了几个电瓶 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位置先进行了一个确定 以及他们这个电瓶的来源进行了确定 我们也是想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到现场的一个情况 经查租客刘某违规使用的超标蓄电池是发生爆燃的那一块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块电瓶是前一天 它刚刚租进来 当晚充电时就发生了爆炸 该起火炸的案例造成亡人的原因主要有这么激电 第一 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入口充电 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 该房屋的天井处 伟当搭建了一间房间 这间房间没有窗户 也就是说使者无法跳窗逃生 第三 锂电池热失控之后 燃烧非常迅猛 而且电池的位置就在使者的逃生必经之路上 同时锂电池燃烧还产生了大量农烟 它当时应该是比较绝望 它会裹着它自己的被子拽在它床底下 但是还是因为大量的有毒气体窒息而死 经调查周访使者是打了两份工 可以说在上海打拼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此类火灾而失去生命 非常另一位关系 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 在几分钟里夺走了一条年轻的生命 太令人痛心了 数据显示 今年前十个月 全国消防部门 共接曝电动自行车火灾 共计1.8万起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5.7% 这个数据已经连年攀升 而且啊 这些火灾 大概一半是发生在充电的过程中 充电这件事 到底有多危险 为什么事故比例这么高呢 这是我们现场火灾现场拿过来的电瓶 这种电瓶呢 跑得快 跑得远 但是呢 它的功率特别大 它这个爆炸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时间逃生了 今年我们全是 大概有600多起电动自行车的火灾 死了8个人 这个东西是现在我们的第一大杀手 正好我们今天在做线下宣传的活动 我想问您几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 电瓶爆炸大概是要多长时间 不是你狂吗 一瞬间 几秒钟的时间 一到三秒 对 电瓶的电瓶的火灾呢 它是没有初期阶段的 就是它当发生这个爆炸起火之后啊 它会瞬间引来房间的其他可难物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电瓶燃烧大概现场的温度是多高 就两分吧 三分钟左右就能达到上千度 啊 千度啊 这么快 两三秒钟爆炸 三分钟左右 室内温度可达上千度 这听上去确实惊人 但锂电磁爆燃的危险还不仅如此 电磁不充分燃烧产生的烟气里 暗藏着大量有毒有害的气体 让我们通过一个实验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处废弃的楼房里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按照部分市民的日常习惯做法 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当中 周围分别布置了检测温度和有毒气体的感应装置 之后实验人员制造了一个充电故障 通过外面的一组监控可以观察到 正在充电的电池部位 火光燃起 有毒烟气已充满整个楼道 监控画面里已完全看不到其他事物 温度监测仪器反馈的数值已攀升到800度左右 在气体检测仪器反馈的几种有毒成分中 一氧化碳的浓度已达到500ppm以上 这是什么概念呢 只要十分之一的量 也就是50ppm浓度的一氧化碳 便可在三五秒的时间 令一个成年人立刻中毒 而现场的毒气浓度最高峰值接近1000ppm 对于电瓶车安全使用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不使用超标改装的电池 去使用与电瓶车出厂相一致的电池 品牌的电池在生产的过程中间 经过了严格的设计 它的稳定性相对较好 组装改造后的产品 它的稳定性非常的不好 请注意 并非只有超标电池 才会发生爆燃 由于锂电池内部具有可燃性 即使是正规电池 一旦受到碰撞 挤压 穿刺等外力 仍然有可能发生爆燃 并酿成火灾 由于制造工艺 和保护电路的设计的问题 它容易发生电池的热视控 从而造成火灾爆炸事故 从我们经历的一些案件来看 由于电动自行车小火亡人的事故 大都是由于电池入户充电引起的 因此呢 电池入户充电是一条红线 是一条底线 人电同屋 这个现象一定不能再次发生了 事故发生后 事发小区也加大了消防安全的宣传 并在小区内增设了 非机动车安全充电桩 上海自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对在座的近八万套房源 开展专项检查 并完成问题房源整改 就是有一个专门充电的那种 大的那种 给房间那种 都在里面充 我们有停车的地方 它专门是停车棚里充的 平常充电都在那个地下室 有是专门充电的地方是吗 对 事件发生后 爆炸蓄电池的持有者 租客刘某 涉嫌失活罪 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房屋实际租赁人 傅某属于消防安全管理 涉嫌失活罪 取保候审中 普陀区某住动车修理部 违规将超标蓄电池 租售给火灾当事人刘某 由市场监管部门 对其处警告 并罚款人民币四万元 二房东 上海自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涉事区域的管理人吴某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取保候审中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一场火灾 带走了一条年轻的生命 并让三个人身陷淋雨 四个家庭的命运 从此改变 大家再也不要因为 骑电动自行车是刚需 就把充电当成小事 一旦电瓶爆炸 发生的是化学反应 不仅扑灭难 而且会释放出大量 有毒气体 后果不堪设想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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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